中国搏击,原了吗?在这个酷暑暖暖的季节,搏击圈却传出了这样的讨论。 搏击中凭公众号的这篇文章掀起了不少波兰,搏击圈中说奔云,一个不争的事实是,资本对于搏击的狂热正在痛去,很多圈内人都陷入了米尔之中。 中国搏击的未来在风中飘,从某些角度来说,比如资本吃冷,明星赛事发展停滞,优秀拳手外流等,中国搏击的确在降温,但这并不意味着搏击凉了,也可能是发伤过后回归正常体温,在体育产业整体预冷的今天,倒逼搏击走理性,可持续的路线。 搏击资本预冷是大环境市占的2016年,可以被称之为中国搏击之年,资本市场滚滚热钱流入搏击圈,英雄榜先使轮获得了王思聪的投资,金额达到数千万人民币,根据爆炸性的消息接踵而至。 3月份,昆仑军宣布完成2亿元B轮融资,估值达到了3.5亿美元,毕时,整个体育产业能够走到B轮的明星企业凤毛麟角,从2016年7月份,到2017年7月份,王冠军赛,完成了B轮到C轮融资。 其中,红山资本参与了其C轮融资,至此,王冠军赛融资总金额达到了1亿元。 2016年9月,Glory荣耀和道宣布完成B轮融资,领头者是姚明所参部的要为资本,国内资本对于国际的投资事业由国内延伸到国外。 2017年年初,郭辰冬的万民洋传媒宣布完成建议,元A轮融资之后,自此之后,搏击圈在资本市场预冷。 去年7月份,文贯军赛完成C轮融资,算是资本市场对搏击最后的原文,但是,我们并不能脱离整个体育产业环境,来谈论搏击市场。 2016年,体育产业仍处于风起云涌的激当时代,资本汹涌而至。 搏击赛事与体育版权市场颇受追捧,资本并非都是盲目的,他们深知赡之IP,处于体育产业金字塔塔间。 在足拦球都没有机会的情况下,搏击IP被受追捧,搏击IP游离于体制之外,拥有更多的自由度,赛事精彩,盈顿众多。 它具备成为顶级IP的新决条件,资本在体育产业的恰威战,瞄准搏击赛事有多重讨量。 但是,进入2017年,以乐视体育的衰落为分水岭,资本对于体育产业迅速降温。 体育版权市场,搏击以及健身等诸多领域,都赶上了资本退潮期。 进入2018年,体育产业有分量的融资景阿里体育和苏宁体育,完成了一轮融资两桩。 其背后还拥有共同的主导力量,阿里巴巴,赛事本身缺乏造型能力当然。 但环境之外,我们也必须正视搏击圈所存在的乱象。 我的一位朋友正从事着搏击项目,对于现在的搏击市场,他的评价是,鱼龙混杂,各自为战。 在昆仑爵,英雄帮,勇士的荣耀等搏击IP,都完成了大额融资之后,发展上并未迎来紧喷漆,摆权表现遥遥无期,门票收入微不足道。 用一位从业者的评价就是,中国没有搏击文化,产戒列条是不尽安全带,中国国际从未天然不具备生存能力。 早年间,散打王争霸赛在搏击的蛮荒阶段,曾经初步形成了造血机制,功夫王争霸赛因为肉兰带啤酒的加持,形成了独特的造血链条。 因为种种原因,这两个赛事IP并未熬过中国搏击的冰川时代,眼内人分析称,这两项赛事之所有初步具备了造血能力,核心仍是比赛质量高,运营方面具有一定的规范性。 如今搏击赛事想要通过门票变现,并非毫无可能,乌林峰搏击胜点,就拥有不俗的票堂号召力。 如果赛事质量提升,一定会有搏击粉丝用队来为之买单的。 现在中国搏击的现状,就是赛事缺乏统一的标准,MMA综合格斗就有统一的标准,在国际上得到了认可。 搏击则有四大拳击组织进行认定,而现在国内的搏击比赛,标准并不同一,没有办法衡量赛事真实水平。 中国搏击缺少明星,也是一个现实。 过去,中国搏击靠讲故事,讲情怀进行造星,在中国搏击发展的初级阶段,这种造星模式是有效的。 穷孩子出身的功夫明星故事总是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。 但是,中国搏击在前进,搏击用户也在成长,搏击用户不仅数量在增加,介绍能力也在提高。 靠讲故事那一套已经落伍了,一个搏击选手能否成为明星? 最终还是要靠拳头说话,业内人称,勇士的荣耀。 昆仑爵都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,宁可选择一些形象气质,稍微差一点的选手,但实力必须要过硬才行。 但是,因为国内搏击赛事含金量不足,也左右了搏击这个圈子的造星能力。 而且,整个搏击圈子不景气,导致搏击媒体行业也并不发达。 这也将反作用于搏击圈的造星运动。 结语,中国搏击没那么好,也没那么糟整个搏击链条环环相扣,前一发而动全身。 搏击圈不景气,核心还是在于赛事本身存在先天不足,从而导致上游资本去冷,下游到星能力不足。 票房,广告招商无从开展,在这种情况,深度挖掘搏击中间产业,显然是圆母求鱼,搏击行业想要真正就冒化新年。 最核心还是赛事本身要够硬,可喜的是,在这股寒风肖色中,很多搏击赛事正在谋求变化。 勇士的荣耀做了很多不错的尝试,派选手出海,在K1的舞台上打一些对抗赛,额媒传奇的选手出征Glory荣耀格斗赛事。 在业内人士看来,尽管赛事之间缺少统一的规则,但通过这种交流对抗,经过两大赛事IP的双重认证,还是能够提升赛事的公信力。 毕竟参赛选手分别代表不同的赛事IP,不会轻易认输,选手走向国际舞台,在更顶级的赛事上证明自己,更有助于挖掘其明星前置。 赛事影响力,攻击力逐渐提升,搏击明星相继涌现,再加上中国搏击拥有海量的用盾,它只要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,早晚会迎来真正的爆发期。 从根本上来说,搏击圈并未真正火锅,资本带来的只是石火。 如今搏击圈回归理性,资本,用户变的冷静,也有助于中国搏击人正确看待搏击现状。 中国搏击,没那么好,也没那么糟,中国搏击人依旧走在把舍的泥泥之中。 已经小心可蹲在不容易使用,到了。 感谢观看